花林縣義民祭文化活動9月5號要登場 縣府客家事務處25號特別舉辦記者會 縣長徐中衛親自參與率領義民堂主委鍾雪梅 還有客家鄉親們遵循古禮祭祀義民爺 也祈求活動圓滿順利 向各界來推廣客家的傳統義民文化 花林縣義民祭文化活動在9月5號舉行 縣府客家事務處在25號在客家會館舉辦記者會 現在許正偉提到 花林的客家族群幾乎是兩三度移民 在溯源以及文化傳承的努力 要感謝所有客家相關協會以及團體 客家的香火能夠繼續來讓它華然光大 也能夠來延續 尤其是花林縣的客家族群 幾乎是二度移民或者是三度移民 都是非常艱辛 以及有一段特朴奈勞的精神 還有它的溯源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客家溯源 還有對於我們客家文化傳承的不斷努力 所以在這裡 鄭惠也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客家 客家協會 我們相關的團體 能夠跟花林縣政府 以及我們地方上的各客屬會 能夠來同心協力 來讓我們的所有的客家鄉親 無論是從苗栗來 無論是從新竹來 無論是從桃園來 我們都可以讓我們自己的碩骨 以及銀心 到至今 我們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 現在張惠文也肯定客家輸出的用心 讓文化傳承能夠得以永續經營 歡迎縣移民及文化主題活動 將在9月5號星期六 在吉安南浦公園 盛納登場 當天除了有特色鎮頭表演 也將會邀請 40間客家特色產業進駐 現場有體驗券發放 不僅能夠欣賞客家特色的表演 同時也推廣花蓮在地多元的客家產業 歡迎所有鄉親朋友 一起來支持客家文化活動 體驗感受花蓮客家的精彩豐富 記得終於吉安相報導